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享受102岁 正如他的名字 玉明有着光明的意思 这位传奇大师向来秉持 以光线来做设计的理念 强调光线和空间的结合 出生于中国的贝老 在1935年登上远赴美国求学的游船 从此开启传奇一生 要属他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 莫过于法国罗浮宫的玻璃金字塔 1984年 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 委托贝育明展开扩建工程 然而金字塔方案公布后 引起不少人质疑 玻璃设计会破坏古典建筑风格 但这一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坚持 却注定了罗浮宫的玻璃金字塔 将成为连接古代和现代的经典之作 除了罗浮宫 贝育明的作品还包括了 卡塔尔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香港地标中银大厦 美国约翰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赫里夫兰摇滚名人堂等等 作为全球许多地标建筑背后的男人 被誉明终其一生 是一名忠诚的现代主义者 即便建筑经历无数岁月 干净朴实 棱角分明的风格依然显而易见 就如贝育明曾说过的一句话 最美的建筑 应该是建筑在时间之上 时间会给出一切答案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